光严而三世,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阳春三月,春光最是明媚 大地生机勃勃,百花招展 好春光一定会有很多好的回忆 今天我想和大家说一个朋友翻译的小说故事 讲一讲,爱在春天来临 一百年前的美国大地之上 万物依然是那一份最纯粹的美 蜿蜒不绝的山路之上 正有一对小小的情侣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马蒂已经开始后悔跟随丈夫亚伦来到西部 如今已经走了整整一年时间 依然找不到所谓的新家 尽管满怀希望和梦想 但是这一天,马蒂放弃了 哪怕当地人本声明应该往北走 马蒂倔强的坚持一定是在西北 这一次亚伦也不愿意妥协了 毕竟这个倔强的妻子可是带了整整一车的书 就在马蒂抱怨绝望时分 上天在这一对小小情侣面前 展现出了自然的最绝美花卷 那一刻,二人知道 终于找到了属于未来的新家 亚伦不断幻想着未来的木屋 属于孩子的鞦韆和只属于妻子的小夕 在这里,土地可以一代代地传递下去 而我们的爱也会再次延绵不息 亚伦告诉马蒂,无论生活再艰难 都要记得你我彼此的誓言 只不过次日清晨,马儿走散之下 亚伦急急去追寻那调皮的马匹 好不容易找到马匹的亚伦刚想追逐 却在一个急速冲刺下直接摔下了马 更让人害怕的是 亚伦一头栽在了石头之上 再也没有醒来 当马蒂做好了早餐的煎饼 他开始担心起迟迟不归的丈夫 山谷如此之大 却迟迟没有亚伦的声音 小夕潺潺 哪怕马蒂几乎已经洗好了衣物 却忽然听到了一声 似有似无的亚伦的声音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又在哪里呢 此来想去 远处的人影让马蒂欣喜若寡 只是等到人缓缓走近 马蒂的心一下子沉浸了谷底 原来是几天前的当地向导本 在一个小时前 发现了不幸身亡的亚伦 那一刻 所有的希望和梦想在瞬间破罪 马蒂几乎强忍着撕裂的心 确定了丈夫的离世 几乎被悲伤淹没的他 只好躲进马车 痛苦地默默哭泣 本不知道该如何 对一位失去爱人的姑娘送去建议 只能应允次日再来此 为亚伦办理后事 那一晚 山谷罕见地刮起了从未有过的大风 似乎是亚伦的低隐 似乎是马蒂绝望的内心 久久不能平息 当马蒂再次醒来 本的妻子萨拉已经找到马蒂 如今 附近所有村民已经聚集起来 准备为亚伦举办葬礼 然而马蒂却根本不敢面对如今的现实 她只能故作镇定 用吸水清醒了自己 在几乎不认识的陌生人之间 一点点埋葬下前半生最深的爱 事后 萨拉告知马蒂最残酷的现实 如今寒冬临近 去往东方的车队 最快也要是明年的春天 所以如今的马蒂需要尽快做下决定 做出如何度过这个冬天的生存决定 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以后的日子我该怎么办 大雨之中 马蒂的心甚至乱过瓢泼的雨水 此时一个陌生男人来到了马蒂的面前 他叫克拉克 是附近山地上的农场主 这一次找到马蒂 是因为从本那里听说了马蒂的故事 他希望马蒂能和自己结婚 这样马蒂就能在冬天有了容身之地 也正是因为这样 自己的女儿麦西就会有个妈妈 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很疯狂 我也知道如今很不合时宜 我只是为了我的女儿 因为她值得一位母亲 值得拥有母亲的爱 只要你想回家 在明年春天 我会给你回家的路费 那一刻 马蒂吃惊地发现自己的所有问题 或许都在这个选择中迎人而解 几天过后 克拉克的女儿麦西出手教训了本的儿子 原因很简单 所有人都在说自己还会有一个新妈妈 这是麦西不能接受 也不想接受的 然而也正是这一天 马蒂走进了本一家人的山坡 第一次见到了能把男孩子打倒的麦西 马蒂还是不能说服自己接受这样的选择 萨拉告诉马蒂 如今的情况容不得你哭诉 因为身无常物的马蒂 最重要的就是应该明确如何才能活过这个冬天 终于 在神父的见证之下 马蒂和克拉克举办了一场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婚礼 只是窗外的麦西看到了这一切 马蒂几乎是用尽了全身力气 才说出我愿意这三个字 那一趟回城 三人之间没有任何一句话 麦西更是不愿意领回这个新来的家人 克拉克的家很小 小到马蒂只能和麦西睡在一起 而克拉克只能住在屋外的偏房 但是这一切 马蒂根本没有在意 因为巨大的悲伤之下 更多的是不愿面对的疲惫 那一天 马蒂几乎昏睡到天黑 透着月光 马蒂看到了这里原先的女主人 直到妇女二人吃过了早饭 马蒂才姗姗起床 克拉克也很拘束于如今的尴尬 麦西却很想嘲笑 怎么有人能睡得那么死 为了让马蒂适应 克拉克带走了女儿 那一天 鸡肠肋肋肋的马蒂第一次吃下了农场的美味 而这一顿饭 几乎是马蒂几天来吃得最饱的一次 然而悲伤不会因为饥饿的消失而变得稀薄 那天金色的阳光之下 是一个失去爱人的女人 放生地哭泣 好在只有山峰知道 只有蓝天知道 只有那落叶陪伴马蒂的悲伤 以泪洗面 几乎是马蒂最近仅有的表现 妇女二人都没有打扰这位伤心的人 因为克拉克坚信 有些事情可以交给时间 不知过了几天 马儿的思鸣让马蒂第一次在清晨时醒来 看着努力耕作的新丈夫 马蒂终于鼓起勇气 第一次在全家人早餐时分走出了房门 这一次 麦西再次向马蒂发起了进攻 看起来你有一大堆的漂亮裙子 甚至还有一堆没有用的书 好在克拉克细心地收拾好马蒂所有的行李 马蒂终于问出克拉克到底想要自己做什么 克拉克向马蒂展示了如今的麦西 尽管麦西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子 但是几乎帮助父亲完成了农场一半的农活 克拉克很是欣慰 但是欣慰之余却很难过 他很希望女儿能够和其他孩子一样尽情地玩耍 而不是如同自己一般周而复始地做农活 所以他希望马蒂能够作为母亲分担工作 给予女儿应有的母爱 给予她童年时期应有的开心 如果春天时候我就走了呢 那我想还是传道桥头自然职吧 晚些时候 马蒂找到了鸡棚里面的麦西 尽管很想帮忙 但是麦西直接拒绝了她 然而热心的马蒂却连如何找鸡蛋都不明白 除此之外 马蒂教授麦西如何拼写单词 只不过如同麦西的不熟练 马蒂还是无法成功地为牛挤奶 你怎么这么大了什么都不会做 这几乎把马蒂气得蹊跷生烟 然而恶作剧还在继续 麦西趁马蒂不备 将马粪扔在了马蒂身上 马蒂几乎受够了这个不听话的野孩子 听着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你和这个该死的地方 如果不是我和你父亲有言在先 我根本不会接受这个家庭 这个身份 所以 既然我能忍受一年的长途旅行 失去爱人 嫁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男人 那么我就一定能够忍受你的所作所为 这一天的晚三十分 就连克拉克都能闻到 女儿和新妻子之间的火药味道 克拉克提议 马蒂可以一起参加 不久后在本的农场举办的聚会 只不过本想借一气马蒂的麦西 让马蒂坚持陪同参加 当晚 克拉克找到了临睡的马蒂 明天因为工作问题 克拉克只能把麦西留在家中 他担心马蒂可能无法照顾女儿 但是马蒂却表示 一切全然不是问题 然而正当马蒂醒来 兜兜转转之下 才在骨仓中找到害怕的麦西 原来一只臭幼跑进了骨仓 面对会喷出臭味的野生动物 马蒂一边安慰麦西 一边想办法驱赶臭幼 时至此时 狗狗跑了进来 臭幼惊慌之下 臭气喷的马蒂全身 麦西一边吃笑马蒂的狼狈 一边好心地用番茄 为她清理气味 这一次 麦西也觉得 这个新母亲 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坏 入夜时分 马蒂手忙脚乱地准备着晚餐 果不其然 自己唯一会的煎饼也被烧焦 克莱克刚已进家门 发现了烫伤的麦西 拿来黄油一点点 让对方冷静下来 没关系的 你只是不熟练 那个炉子 你很快就会用习惯的 看着父女之间 对于臭幼的好笑 马蒂屋子觉得 自己或许真的很笨 战争仍在继续 麦西为了让马蒂出丑 拒绝让马蒂跟随父亲一起进城 更是挑衅地表示 自己做的炸鸡 好过你马蒂烤糊的煎饼 那一个 马蒂也燃起了好生之心 拿起斧子 急匆匆抓住了迅捷的公鸡 在自己的书籍之中 学习如何为鸡拔锚 如何制作炸鸡 等到克拉克二人归来 麦西甚至觉得有狼进入了鸡舍 好在哪怕满地鸡毛 马蒂成功做出了美味的炸鸡 他就是这样 倔强且不服输 却总是能在挑战之中证明自己 直到今天 麦西也不明白 马蒂为何有如此多的裙子 毕竟拥有再多 一次也只能穿一条 而麦西只有一条裙子 那是母亲为自己做的 用于礼拜时候穿的裙子 麦西第一次讲述自己的母亲 她对于母亲的印象很少 只记得她很美 是整个小镇公认的美人 她还记得母亲走后 父亲的眼神中再也没有了光 麦西没有回答 沉默地钻进了被窝 这让马蒂第一次有了独处沐浴的时间 谁知此时克拉克回屋拿东西 看见了沐浴的马蒂让克拉克一时间紧张起来 不仅烫伤了自己 更是跌跌撞撞下 急忙闭上眼睛 这一次的闹剧让马蒂开始注意这个善良的男人 马蒂发现 每周日下午克拉克都会独自离开 这让马蒂很想知道 这位新丈夫到底在做什么 奈何秋风渐凉 本想拿衣服的马蒂看到了麦西不为人知的一幕 原来 麦西拿出了马蒂的粉色裙子 在母亲的旧屋内和母亲的遗像了解了天 她知道母亲最爱粉色 更知道所有人都不敢让自己面对母亲的遗物 只是麦西想妈妈了 想那个为自己做裙子 深爱自己的母亲 孩子的悲伤瞬间让马蒂心痛起来 被发现了麦西一时间气氛不已 要是马蒂如何解释 麦西根本不接受这个新来的外人 我真想现在就是春天 这样你就可以走了 这一次马蒂没有生气 因为她知道 有一个孩子还在倔强 有一个男人 为这一切更加悲伤 马蒂终于明白了这份使命的重量 悲伤且绝望地准备离开这里 麦西需要的母亲并不是自己 并不是一个勉强学会女工 能教授英文就足够的自己 然而格拉克坚信那个人就是马蒂 因为他知道 马蒂一定可以做到 一定可以让自己住进女儿的心里 他也坚信 女儿麦西也一定会因为这个新母亲 收获新的生活 新的意义 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因为这正是我祷告的内容 这一次的事情 让麦西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粉色长裙 他决定做出一件八字内心的善意之事 这一晚 马蒂几乎彻夜未眠 但是他却用自己的爱 第一次得到了麦西的肯定 格拉克时隔多日 终于见到了不一样的女儿 那是马蒂修改下的粉色长裙 那是第一次 让父亲惊艳的女儿的美 那一天所有的孩子都不相信 农场甲小子麦西竟能如此美丽 也正是这一天 格拉克发现了异样的马蒂 原来马蒂已经身怀六甲 你怎么看出来的 当年我的妻子在怀有麦西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反应 马蒂很想争轻 这一切不会改变二人的承诺 但是格拉克并不在意 甚至觉得 新的生命是对于亡人最好的怀念 当马蒂熟练地运用炉灶的时候 麦西依然不习惯于读书 马蒂告诉麦西 你可以不喜欢 但是书籍是全世界最有意义的旅行 在那里 你可以幻想自己是一切生灵 因为在那里 你能收获最好的历线 马蒂的话 让麦西第一次对读书产生了兴趣 然而如今的马蒂对于格拉克更加好奇 他很想知道 这个男人在每个周日的下午 到底在干什么 那是一片空旷的山岗 石吨之上是一个寂寞的男人 和一条忠诚的狗 本想嘲笑时分 马蒂注意到克拉克哼唱的歌词 既是对上天的祷告 也是对亡妻的思念 低沉的声线 说不出万千的相思之苦 呼啸的山风吹不在惊人的怀念 那一瞬间 马蒂的心弦呼得被波动 因为有一种共同的感情 在如今的自己心中共鸣 正要离去时分 远处山坡之上 熟悉的马匹出现在那里 然而天降大雪 克拉克及时赶回家中 却发现马蒂不见了 他深知大雪降临 如今外面异常危险 嘱咐女儿 如果自己十分钟后还不回来 就站在门口不停地开枪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大雪如同猛兽 瞬间让本该熟悉的农场 陷入一片洁白 靠着直觉 克拉克一步一驱地 找到了马匹下的马蒂 如今的马蒂已经冻僵昏迷 克拉克抱起马蒂 急忙朝家赶去 然而来时容易 回去难 大雪之下 克拉克几乎睁不开眼睛 找不到方向 好在麦西的枪声及时响起 克拉克急忙朝着枪声走去 谁知此时子弹已经打光 害怕父亲迷路 麦西拿出铁盆不住的敲打 终于在危难关头 让父亲找到了家的方向 那一晚 克拉克一步步离地守护着两个姑娘 麦西也很担心马蒂和宝宝的情况 克拉克用一夜的时间守护了马蒂 马蒂难过于当初亚伦追寻马匹 但是克拉克告诉他 那是每个男人都会做的事情 冰天雪地中伴随着一声枪响 克拉克为一家人带来了可口的野味 临近圣诞节 麦西止不住地讨论起来 他很想知道 作为城里人的马蒂如何过节 怎么还会有人专门去买圣诞树 怎么还会有人单独去买礼物 而不是做礼物 聊着聊着 马蒂说出了自己如今已经没有家人 父母双亡 丈夫离世 或许所谓的回家也找不到任何的家人 克拉克急忙制止女儿的提问 告诉所有人 只要有家人 哪里都可以是最美好的圣诞节 那一天 麦西很满意父亲为自己看下挑好的松树 克拉克用自己的双手 为两个女人送出了礼物 而两个女人也用自己的双手偷偷做着惊喜 在那个圣诞节的清晨 克拉克为女儿送上了自己制作的木屋礼物 也为即将出生的孩子送来了自己亲手做的摇篮 看着为女儿读书的男人 马蒂恍惚了 或许这就是自己梦想的家 或许他就是自己可以依靠的人 当马蒂的肚子上可以平稳地放上剪刀 麦西问出了所有的孩子都有的疑问 孩子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 马蒂支支吾吾告诉麦西 当你深爱一个人 而那个人也爱着你 那么爱就会溢出来 诞生出新的生命 麦西忽然想到 本一家人几乎四五个孩子 那肯定是很多的爱 麦西希望父亲可以找到一个能够在爱的人 马蒂让麦西触碰了新生命的脉动 而新的生命也在寒冷的一天悄然来临 马蒂终于临盆在家 只是如今大学封门 所有人都联系不上 克拉克只能让女儿帮手 自己亲自接生 这几乎让马蒂抓了狂 一个男人为自己接生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剧动之下 马蒂根本没有选择 那一天 麦西几乎在门外不断地听着 马蒂的哀嚎和父亲的安慰 终于在月上三竿之时 一声啼哭打破了所有的寂静 一个男婴诞生了 马蒂维特取名亚伦 缅怀那个深爱自己的丈夫 这一天 山谷中迎来了第四位家人 当冰雪开始融化 春风已经渐渐地降临 马蒂终于可以带着孩子出门透气 此时 本带领一家人前来探望 期间 本的妻子萨拉也不禁感叹 如今的马蒂和当初已经焕然一心 萨拉察觉到 马蒂看着儿子一定想起了丈夫 这是正常的 没人能改变这一点 萨拉说起了自己的往事 原来萨拉和本的结合并不是最初的夫妻 当年 萨拉丈夫离世 带着两个孩子的萨拉 遇见了同样失去妻子 带着孩子的本 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结合是为了生活 但是只有萨拉知道 自己有多爱如今的丈夫 因为很多时候 爱不是一瞬间迸发的激情 而是如同流水一般 慢慢积累 慢慢水到去蒸 或许是因为萨拉的故事 那一天 马蒂终于和耕作的克拉克开起了玩笑 洗脑的儿人在同一时间 亲吻的冲动不禁声疼 奈何一声啼哭打断了这难得的激情 却在两人心中都明确了彼此的感情 谁知在那一天 骨葬燃起了大火 从不起岛的马蒂第一次为克拉克祷告平安 这一次克拉克没有出现意外 但是损失是巨大的 不单失去了所有农作物 马蒂也失去了自己的马匹和所有行李 克拉克坚持遵守春天为马蒂送行的诺言 只是如今的马蒂 本能地不想讨论当初期许许久的离别 看着一点不在乎失去骨葬的克拉克 马蒂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你怎么知道你的祈祷上天就会响应 当初你失去妻子 你失去骨葬 你的女儿如此痛苦 你的祷告又有谁听见了呢 克拉克二话不说 拉着马蒂走上了当初的山岗 他告诉马蒂 尽管我一直守护着女儿 女儿也会遇到想不到的意外 我能做的是在他磨难的时候 守护他 帮助他 如同上天一直陪伴着我 所以上天之爱的本质 并不是阻挡灾难的发生 而是当灾难发生之时 上天一直陪伴着我 克拉克用自己的信念 为马蒂解开了最痛苦的内心 或许正是这一种对于生命的豁达 让马蒂重新审视了这片天地 这个自己和那个依然要走下去 生活下去的心 最终他决定了 决定为自己的后半生 做出一个新的决定 他留下了自己的爱 自己渴望被挽留的心 把一些的选择通过信件告诉给克拉克 然而天意弄人 拿走父亲旧衣物的麦西 失手掉落了马蒂的心 尽管马蒂一直在期许克拉克的反应 克拉克一如既往地为对方安排出行的准备 在窗外的夕阳之下 克拉克单膝跪地 向自己的女儿说出马蒂即将离去 早已接受了马蒂的麦西根本不能承受 但是离别的这一天还是到来 临走之前 马蒂把母亲送给自己的项链 戴在了麦西的脖肩 记着孩子 哪怕我这个人离开了这里 我的爱也依然会陪伴着你 只是面对克拉克 马蒂千言万语如何也说不出口 只能化作一句 很高兴认识你 把所有的感情咽进了肚里 还是那个房子 只是没有了那个奇怪的女主人 直到进入了自己的房间 克拉克终于抱头痛哭 后悔自己是一个脆弱的懦夫 为何把马蒂带入了我的生命 却依然让他离我而去 回手之下 克拉克看到了地上遗落的信件 那一刻 克拉克终于明白了马蒂的心 策马奔腾下追寻着自己的爱情 当其他旅人在抱怨这片贫瘠的土地 马蒂本能地纠正对方 滚滚车轮声中 一声让马蒂的呼喊 游远极尽 克拉克终于追上了车队 亲吻上了最爱的姑娘 为何是到如今你才来找我 克拉克很想解释 却把所有的理由原因化作了一句 我爱你 亲爱的妻子 请跟我回家吧 不要走 和我和麦西待在一起 那一天的夕阳下 麦西迎回了他不希望走的人 这个人也是父亲施爱的人 这个人正是麦西最想喊出的名字 这个名字叫做母亲 本片完 《爱在春天来临》是2003年美国温情剧情片 本片讲述了在那个古老的年代中 一位妻子失去了丈夫之后 遇见了同为沦落人的克拉克之后 在新生命和新生活下 找到了生命的真谛 整部电影 奇不绝美的景色不绝于眼前 更多的是如同一副平淡的山水油画 在画中的人讲述了一个简单却温暖的故事 我很喜欢电影中男主克拉克对于灾难的诠释 我们不能阻止他的降临 我却能决定在他降临后如何面对他 曾几何时 古老的人群中有着多少悲欢离合 他们却会因为一些最纯粹的幸福 勇敢地生活下去 那里没有高速的交通 那里没有伸手可怜些的手机 一封信或许就是半辈子 一句承诺就能让两个心一辈子不分离 所以最近我会让自己慢下来 慢慢地回味一些事 听一听自己的心 这本身或许没有什么特定的意义 却总能在自己困顿迷茫的时候 让自己明白 我为何而来 我或许为何而去 人生短短数十年 让我们洒脱一些 今天的春光若是明媚 何不坐马奔腾享受春间 因为我相信 无数个瞬间 就是我们一生长河中 延续彼此的串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温暖的故事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或者帮我点一个赞吧 让我知道你的喜欢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啦